大家好,我们继续为大家语音解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汉语,蓝音及其相关的汉字 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唠唠叨叨的跟大家分享 我们祖宗对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我们这个空间,这个世界的日月,行程,山河,大地,草木中之后,我们人类自己 进行着观察思考揣摩和研究 那么系统的总结一下就是天地人 或者说这个世界就是由天地和天地之间的万物,包括我们人所组成的 那么地,我们有一个亲切感,我们可以踩它在上面,跟它亲密的接触 有一种亲切感,让我们感觉到它实实在在的一种存在 和地上所存在的所谓天地间存在之间的这些 地上的东西呢,我们也和大地一样有一种亲切,实在,踏实的感觉 那么至于研究的透不透,观察的想不想尽,揣摩思考的对不对 那是另外一回事,那至少有我们,让我们有这样一种感觉 那么天是一种什么东西呢,那祖宗就认为天和地实际上是一样的 我们就处在天地之间的这个泵系里头 那既然天和地一样,那为什么它没掉下来呢 那肯定有东西支撑着,遮挡着 那么所以呢,我们就能够生存,能够活着 那么我们祖宗呢,就把处在天地之间的这个支撑或者遮挡 是天掉不下来的这么一个存在,就叫做蓝 有了这么一个蓝音,那它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那自然要进行进一步的观察思考穿摩和研究 那么我们祖宗就在朗朗清日啊,仰望天空 嗯,就去观察这个东西是什么 那么,有这个阴呢,那就要复义,有蚊子的要求嘛 就要复义一个图画或者蚊子 那么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两点加三的这个蓝子 嗯,这么一个最初的阴,蓝子的复语 那么这个蓝把天挡住了,那么它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确实 别说祖宗了,我们也没搞清楚 但是我们祖宗给了我们指的一个方向 就是这个蓝音和这个蓝子 我们今天也去像祖宗一样去进行观察思考穿摩和研究 一定会得出和祖宗一样的结论一样的认知 或者我们会在祖宗认知的基础上进行读得拓展 那么这个这档物的颜色呢 它是蓝嘛,就叫蓝色 就是这个蓝的这个颜色就叫做蓝色啊 我们今天这个蓝色的含义的由来吧 那么当然这个蓝色,这个颜色 我们描述的可以用好几个字 那么首先就是一个草字头的这个蓝 那代表这个颜色 那么实际上呢,祖宗呢 不光是把这个颜色在这个蓝子里头 那么这种东西有和天蓝的蓝天的这个存在的颜色一样的一些植物啊 都叫做蓝了 它颜色一样嘛 甚至也开的那个花也叫做蓝 所以有草蓝 那么当然有草蓝也有木蓝嘛 那么还有株蓝 那么株蓝的呢,通常是指容器了 那么它也代表着蓝色 我们有时候也用它 在一些文献里头用这个字去描述这个颜色 那么基本上颜色呢 就是我们跟现在分享的这三个字啊 都有颜色的含义在里头 当然主要的就是草子蓝 那么株蓝呢 从某种程度上呢 就和这个草蓝呢 就描述出了 处在天地之间的这个蓝 是一种什么样的特征 就是和我们草编的容器 竹子编的这个容器 那框吗 也叫框吗 差不多 它有些东西能通过 有些东西通不过 那么比如说阳光 雨水 这个星星的光啊 空气能够从天上下来 让我们人得意嘛 那么我们生活当中啊 我们人类开发出来的这种容器啊 所以也叫做蓝 它这个作用呢 和处在天地之间的这个蓝呢 是一样的啊 因为说空气啊 水啊 沙子啊 甚至一些粮食能通过 那么大型的都通不过 那么我们的这个蓝子 成东西这个蓝子 具有这样的特征 所以竹蓝打水一场空 但是你弄别的就不是一场空了 我们可以让一些东西过 因为不让一些东西过 那么 那么这就是蓝的颜色和蓝的这个特征 那么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把天挡住了 别让它掉下来 所以我们有了另外一个蓝子 提手蓝 一个提手压蓝子 那作用就是阻挡 不让它通过 别让它掉下来 那么我们人或者其他的啊 一些这种行为 包括器具啊 不过我们人 我们的这种行为就叫做动词吧 就是蓝着的蓝啊 它的含义都在里面了 我们自己去考证 那么我们人类制造的这种 具有这种功能的东西 也叫做蓝 就是木蓝 因为主要我们人类 就是用木头制作的 那比如说栅蓝啊 围蓝啊 牛蓝啊 羊蓝啊 马蓝啊 等等 统统这个蓝子 它这个特征也是和那个 遮在天地之间的那个蓝 是一样的 它是一种稀疏 类似于我们今天 用另外这个网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种东西存在 它有钢 有网 那么中间 它是一种可选择性的通过嘛 就和网的这种东西 所以有了这个木蓝 这么一个蓝子 那么刚才跟大家讲了 那么它的作用呢 是像蓝子一样的阻拦 那蓝子和木蓝呢 它是实实在的一种 呃 东西的存在 那么用木蓝 就是是木头嘛 木头是硬的 那么用草 用皮子 用丝啊 也可以组成这种网状结构 所以有一个蓝绳的蓝 因为它主要指生的嘛 所以主要指蓝绳的蓝 那么阻挡呢 我们只是阻挡 不让它通过 我们通过这种网 这种蓝 这种类似于蓝的这种东西 去搜集 也叫做蓝 一个贴手 加浏览的蓝子 浏览蓝蓝 我们后面跟大家分享 那角色旁那个也是浏览的蓝子 这是祖宗呢 实际上是后来演变了 这么一些文字 你可以用角色旁加 另外一个蓝子 这些字都有过 这后来我们固定下来 用这样一个蓝子 去描述这个含义了 大家别去较之 较之也可以 没问题 我们可以讲得清清楚楚 那么有个蓝 上九天蓝月的那个蓝 就是忘自己这滑辣的意思 有这么一个 不是阻挡了 因为它这个作用也是这样 所以这个音 它用了这个音 但是也是用这种工具得到的 都类似的这种东西 含义没什么大的转变 但是我们后来演变 有了很大的这种差别了 所以有了动词的两个蓝 两个方向 那么 还有呢我们祖宗呢就感觉 那么山之间也有这样的阻挡啊 有这样和天地之间的这种阻挡一样 叫做山蓝 山峰嘛 贵蓝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那对我们也有折挡 我们要经历嘛 那么山间的这种折挡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能看到啊 能体验到就是山峰之间 山口之间的这种云 这种雾和风啊 就叫做蓝 所以有这么一个字 它的含义也是有雨啊 有云有雾有雾有风的含义 就是山蓝的蓝 那么有的时候呢 这个地上就叫村子 因为你村子处在经常起雾 刮风 这个山口之间 那所以呢 也有村子的意思啊 当然这个含义实际上很多 我们只是想到了跟大家分享 那没有呢 大家自己去考证 这个都很正常 也很简单 没什么复杂的 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们啊 说我们这个建筑啊 有房子 有门 有窗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门 叫街门 栅栏上的门 也叫做蓝 因为它也是一种蓝 它不是实实在在的 我们房子上的门啊 这个口啊 那是实实在要遮挡的 那不能要苍蝇蚊子啊 那这透气可以啊 那缝隙就可以了 那么小虫小瘦 不能让它进的 那从某种程度上 要和墙一样 土墙 砖墙 实实在在的 和这房子墙一样 就不能透风的 连风也不能透 透风有 让我们冷嘛 所以呢 这个蓝子就是街门 大街上的门 围栏上的门 也叫做蓝 一个门子 它捡不在 这个简子 那么这也是一种蓝 它也是一种 西苏网状的结构 有了这么一个蓝子 那么 后来呢 那么 就还有了水蓝 那么水 是我们的一种 阻挡了 和蓝的作用一样了 那么能阻挡 不光我们人来 还能动 就把水泛起的这种波涛 它也有缝隙 有时候有波 它也有空气 有水 尖端组成的 就波涛 也叫做蓝 三天水的蓝 那么后来呢 我们 祖宗 用盛水的容器 有罐罐 弹弹罐罐 那用竹篮子 肯定不行 或者竹篮子 弄泥糊上 或者用胶 以后 用遮挡物 之后 也可以盛水 否则我们今天 有纸杯 纸杯实际上 也是一种 蓝 那么裂缝了 也有缝隙了 有选择的 同路了 那个水 从杯子 从淘气 从瓦罐 从这个 竹筒子 从这个 贝壳 瓢 等等这种 液体的容器里头 溢出 或者是 也出来了 它沾出来了 折腾不住了 所以就 另外一个 三点水的 烂 不是我们刚才 讲的 波兰的烂 当然你也可以 波兰的烂 也可以用这个字 他们都是同用的 淘汰到我们 今天我们另外 约定的 其实呢 我们可以写错别字 都可以同用 那么就 泛滥的烂 因为水多了吧 从缝里头出来了 从烂 烂不住了 所以呢 就叫做 泛滥的烂 有着这么 三个水烂 其实 我们祖宗呢 各种各样的 金木水火土 有五星油 其实都有这点字啊 金木水火土烂 还有玉烂 就是亡烂 那通通都是 都有它的含义 大家自己查 当然我们这 边分享 我们今天常用的字 这不金木水火土吗 木 那么有草 竹 木头 有 那么有山 那也是土啊 那么 还有丝 那也是 一种 草吧 或者是一种木头 都是从那来的嘛 那么这种篮 那么还有一种篮呢 就是指 烂山 就是衣服破了 衣服为什么也叫烂呢 它是因为和那个篮啊 栅栅一样 空气风都能通过 我们衣服呢 是不想 要保暖吧 当然也要透气 那要尽量的保暖 所以呢 也成了和栅栏一样了 和木栏一样了 透风透气 甚至还透沙 透灰 让我们难受嘛 所以叫衣服 变成了栏子了 也叫做栏 栏山的栏 特意栏山的栏 那么还有一个 这个栏呢 我们要给大家朋友 很有意思 就是 这个 人篮 人篮是指什么呢 就是 我们现在就所谓的人墙嘛 现在要维闻 要维持秩序嘛 那也是一种篮 人跟人之间是有空间的 那但是我们不让人通过 不让一些东西通过 但是也可以让他通过 这叫人篮 祖宗最早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篮 那个这个篮呢 但是人篮呢 那祖宗的时候 在最早有这个 自后来有了 那篮节的篮 那是人篮 很熟了 你要用设别去买 人祖宗发明了 这个一个人篮的字呢 就含义呢 是指着大家坐下来 一起去搞聚会 围一圈 这叫人篮 一圈嘛 那么 大家一句去 喝酒 用餐 八千桌 围着一圈 那么这就叫人篮 那么人篮干什么呢 那就是吃吃喝喝嘛 所以呢 就是 还有啊 大家开会 也是 把大家围一圈嘛 您要交流信息嘛 那么有这么一个人篮 后来这个人篮呢 基本上不用了 今天我们基本上不用了 那么 因为有别的意思 取代了 用木头篮 那都取代了嘛 人也没有必要去篮 那么叫人强了 这是后来的演变 那么人篮干什么呢 说喝酒也叫篮啊 说叫 啊 喝人 喝一喝酒 喝一圈啊 一篮啊 这一圈全来了 那么就是人篮 有一段时间 嗯 这个篮子比较通 常用 那么人呢 有男人女人 这是 规则史 那么男人嘛 强壮 为了干啥 被这个物质世界所困扰 那么要找物质 也不是困扰 规则史 我们需要物质来支撑我们的物质 啊 使得我们这个所谓的 呵呵 来啊 嗯 延续下去 完成我们做人的使命嘛 那么 一个是追求物质 一个是追求 另一个异性 其实男人之间都相互追求 相互喜欢 相互喜悦 这也是规则史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人啊 以前 有过这样的经历 那当然以后 这是一个大话题啊 人最初是没有性别的 后来为什么有 那没办法 嗯 要不人类没法延续下去 不过动物也如此 被物质困惑 太厉害 嗯 那么 就 男人追求女人啊 恨不能啊 这个人来啊 围在自己跟前的都是女人 实际上 规则史 男女比例 各一半你不管再怎么选择 啊 一半 我们今天我们人类有辨别数了 人的这种 今天要讲的一个字啊 这种弹性的体现 对物质的这种沉迷 我们今天有了这个技术 能够辨别 堕胎以后啊 能够辨别胎儿子这个性别 结果我们就乱来 胡来 我们来的就 呃 也跟大家讲过来的嘛 啊 叫堕胎 可以 我们可以选择 但是堕胎以后 你就会失去生育的这个能力 回答是 要不人 搞到最后有性别了 人也没法生存了 还会回到单一性别 但是你单一性别能行吗 所以呢那所谓的有报应啊 那是后话了啊 那么要保持着一个男性女性比例一样 人啊被物质所混合 那男人这种强壮的动物啊 体力 嗯 野性啊 体现的 雄性啊 那么就会 他 希望自己占有更多的这种异性啊 因为他力量大嘛 那就有实公平 那别的男性怎么办 所以对这种弹性 也叫做蓝的 就是叫人 你希望人蓝的自己跟前的都是女性 啊 这个字祖宗也很形象 当然还有深层的含义 我们祖宗是很有智慧 很有头脑 也很聪明的一帮的祖宗 人类没有谁比谁傻 古人不比我们差 我们不比古人聪明 人人都一样 横向的纵向都一样 当然这个一扯就远了啊 那么这种行为 就是贪婪的男的 邻女 你希望这个女人在自己的周围 像邻子一样 像树木一样 这么多 所以有了这么一个 男的啊 就是贪婪 的男的 这是只管自己 胡来的结果 就有这么男的 当然了 呃 有些女性朋友也不愿意 再有另外一方面 这个蓝的也是女性 比男性多一些 对物质 大家以后跟大家去分享 我也不怕得罪 事实就是如此 不说得罪不得罪 这不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 详尽的内容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蓝 那么这个蓝呢 那是具体从物质上去描述 那更深入一层呢 那是心上的 这种蓝 就是心里头的这种贪欲 这种欲望 过分的欲望啊 欲望很正常 过分了 那就是不好 所以好多人弄不清楚 什么是正当的欲望 什么是过分的欲望 所以要舍欲 那就认知错了 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 心子旁的蓝子 那么就是前面这个贪婪的蓝 就是我们心里都关于灵这方面 这个灵啊都多嘛 这个蓝这方面的一种 不能够拦住的一种放纵 想多贪 那么心加灵子 就这么一个蓝子 实际上这个字呢 和贪婪的蓝 祖宗在最初的时候呢 是一样的 都是这贪的意思 心灵 也叫做蓝 贪婪的蓝子 有这么一个写法 那么还有一个心蓝 实际上呢 一个心叫赖 我们在赖音里都跟大家分享了 因为这个音在赖音的字里都也很重要 就是心少赖 是啥呢 就是懒 懒多的懒 为什么呢 就是心去心里都欺骗 他和这个蓝 蓝不住 一样啊 所以要蓝 你不是实实在在的去 就是蓝住 而是偷蓝 别人做一个扎蓝 一尺 一个 小的这种 这蓝 网状的 或者是一个柱子 我们去做一米一个 到了最后 我们说赢 我们就叫懒 我们做的少嘛 但是我们又去强词 我们又跟别人一样 那么我们的行为呢 就是一种赖 就是一种懒 懒不住 在懒上弄不明白 所以有那么一个懒 就在懒 就是干少了 干的不足 干的和那个蓝山 和木蓝的一样 你这种东西可大可小的 就和我们在前面 跟大家分享 空间可大可小 我们指定的 它是一种随时在变化的 我们自己就指定的 这个地上 这个蓝的的空间 可大可小 是在变化的 那多大的 这个它本身就是 一种稀疏的 又不能实在的 你多大的合适呢 那根据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需要是在变化 所以呢 就懒多的懒 就是这么一层含义 我希望我也讲清楚了 大家也弄明白 那么还有一种懒 就是 浏览的懒 我们在前面 这个懒生的懒 和懒月的懒 上九天懒月 太懒的表现了 这个 为什么也叫懒呢 其实就指着 我们这个眼的光线 不是那么实实在在的 我们一眼望出去 没有重点 任何东西都透过 我们这个眼 我们搞不到的信息 所以我们懒 相当于一个网 相当于一个懒 我们去 马马虎虎的观看的时候 就叫做懒 浏览的懒 不是自觉 实际上我们人类 仔仔细细的去看的时候 没无览 没有 泵系的时候 就要研究了 当然我们不可能 全部那么做 借助这个物质世界 去弄到真东西 那也只能这种浏览的懒子了 那浏览的懒子 我们通常是指阅读 阅读的时候 我们不是 接酒这个字怎么写 而是实际上 有时候我们盯着一个字 看发现 这个字它不是这个样子了 那这叫乌懒 没有这懒 一切都看错 那叫研究了 所以呢 我们看到它 大概差不多 我们知道那个含义 但是我们要在这种基础上 有个求真的心 就有浏览的懒 当然浏览的懒 还有那个木懒的懒 也跟阅读有关系 什么砖懒 这都是有它去跟这些都是交错 交叉出来的 眼睛看 你写字干什么 给大家看的 看是叫大家去懒的 你去懒的那个地上 也叫懒嘛 木懒的懒 但是我们用这个字 砖懒的懒 都是有交叉 所以这点含义 都就出来了 那么有了越懒的懒 我们去看风景 也叫做浏览 我们去看文章 像看风景一样 这种大差不差 差不多的观看 就叫做懒 就和那个炸懒一样 不是那么严格 也叫做懒 有懒的懒 那么还有一个懒 我们刚才说这个磷 这个口 是什么呢 我们文人 说喝酒 喝一圈 吃一圈 口子跑 那么这叫盐懒 那么还有一个盐懒 祖宗不好意思 用这个盐的跑 其实也是文人 所以用文的跑 言是什么呢 声音 文字 所以文 懒 加那个门口 那个大懒 那个斑懒的懒 那就这样 因为我们人 修饰 斑懒的懒 为什么呢 我们说那个波涛 波涛泛起的时候 光线色彩 很多 各种光线 都能反射给我们 甚至也没有的光线 所以那水懒 也有斑懒的意思 这个含义都是蕴含在 事情的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想到哪 跟大家分享到哪 别怪我 无序 真的无序 实际上我们想起来了 我们一切都 我讲话没有搞 想到哪 说到哪 但是我有参考的字 都摆在这 那么喝酒 那跟嘴有关系 喝一圈 吃一圈 那么我们说人来 所以也跟林子有关系 更多的人 那么有一个口林来 是指喝酒 大家都喝遍了 叫做烂 没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烂 色彩斑斓 灿烂 烂掉 腐朽 腾腾都是它 为什么火烂 我们这个炸烂被火烧了 就烂掉了 腐朽了 没有用了 破了 所以有烂 破 损 因为被火 所搞掉 你说用火去烂 可不可以 可以 我们点一圈火 也就可以叫火烂 所以有明亮 那么大家去野餐的时候 我们古代的祖宗 大家自己烧火 做饭 那不是在屋子里头的 最早的时候 不能在屋子里头 把屋子也烧了 所以家家都在那 自己生有的火 那也叫烂 一圈吧 半半点点 这也叫火烂 火烂干什么 能炖 炖的结果什么烂了 烂了能什么 能吃 吃起来方便 食不宴戏 就有了这么一个烂 所以好多的时候 我们祖宗用错别色 用到最后 我们今天把所有的 其他的一些含义 也到这边去了 色彩斑斓的烂 它也可以啊 三年水的烂 也可以啊 你说烂用的烂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烂字 那这个烂字 火烂和最初的那个烂 有了更多含义上的交叉 自己去考证 那么还是那句话 所有的这个烂呢 都可以用 那两点加三 去描述 所有含义都在那个里头 不管是什么东西 所有的信息都在那里头 那么我们用语言去描述 也可以烂述 烂说啊 所以呢 就温着旁那个烂啊 慢慢念念 温着旁的烂 还有欺骗的意思呢 嗯 所以我们这个烂字 讲到语 讲到口子旁的 大家都可以去考证 你讲的不透嘛 或者你透了 就是大概 没讲详细 甚至于故意的不讲详细 那就是骗 那都不明白啊 所以各种各样的含义 都有 那么我们呢 时间也快到了 关于这个蓝音 及其相关的汉字 就跟大家 口污遮拦 蓝这么多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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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